香港无线电视TVB制作的30集连续剧《天与地》 目前遭到中共广电总局的进播 被认为是借640感创作的政治隐喻剧 并在第10集出现法轮功彻底解体中共横幅的镜头 引起中港舆论的反响与网民的议论 外界评论 这部电视剧以人吃人的剧情 剖析了历次中共政治运动中人性的阴暗面 港剧《天与地》被国内土豆网、优酷网、搜狐视频等 众多视频网站引进播出 但12月27日播到第25集时 突然收到广电总局通知 只称这部剧属违规节目 要立即撤下停播并删除 连百度贴吧的相关讨论区也遭到屏蔽 《天与地》两年前投拍 林宝怡、陈豪、舍石满、邵美琪及黄德斌领导主演 剧情讲述四名乐队少年登山遇风雪被困 其中三人为求生存 将患病的一人杀死分吃自保 之后他们摆脱不了吃人所带来的影响 分别成为赎罪者、遗忘者和麻木者 有评论认为 这部剧反映的社会现象发人深省 既隐喻六四屠城 中共用坦克碾碎了中国人的民主之梦 却有一些踩着同胞的死尸爬上位置 等同吃人恶魔 也隐喻中共血腥镇压法轮功等 历次政治运动中 国人相互坑害、无情打击 麻木不仁的种种丑陋表现 天宇帝编审周旭明对《苹果日报》表示 这部剧受六四启发 但他强调这是个香港人的故事 广场商的故事对我们远了一点 而且为避嫌创作还将时间改动 香港支联会副主席蔡耀昌表示 天宇帝遭禁波反映大陆当局已打神经衰弱状态 我相信这一套的剧集本身不是直接讲六四的 也不是直接去评击中国政府 中国当权者 但是现在的情况似乎是中国的公安 有关的人员对号入座 觉得有些东西都是针对他们 或者是影射选择他们 或者是相当六四的东西 就是一个间接方法去表达 这样从而去打压这些资讯 甚至是一个基本上一个娱乐的电视剧都去打压 可以见到他们绝对现在是一个非常恐惧的状态 但是我相信这些事只会失得其反 对于这部剧在大陆被禁播 主角之一的林宝怡说 好可惜有好多文化水平高的观众好留意这套剧 另一位演员黄德斌也说 剧情只是讲人性官商勾结 如果真是因为这个进播好可惜 他们可能是根本整体地觉得这个剧集 是有他们的认为是对中国政府来说 是有个一些禁忌 所以我相信当中都是 可能是包括了六四啊法轮功等等 他认为是一些敏感的情况 但是这里也都是印证到 就是如果是这么间接的东西 他们都害怕的话 那么其实今时今日我们中国 还有什么的言论资讯自由可以呢 在天与帝第十集中 林宝怡饰演的古老在铜锣湾闹市街头拉票 这里一直是法轮功学员平日讲真相 速退党的地点 镜头中赫然出现彻底解体中共的横幅 有网民指出这可能也是进播的原因 还有分析认为 天与帝人吃人的剧情也映射了中共活体摘取 法轮功学员起关 香港民主党社区主任周伟东表示 真相是无法掩盖的 这件事其实都突出了一件事 就是说其实中共最害怕的一件事就是真相 就是说中共它怎么上台的 真相它不被老百姓知 它没有抗日它不被老百姓知 它在六四涂杀了很多人 它不告诉老百姓听 它现在还在很残酷地震下法轮功 它又不告诉老百姓听 其实这些真相它很害怕人真正知道 因为当老百姓真正知道 它整个基础可能就动摇了 天宇地成为近20年来第一部 被广电总局列入禁播名单的华语电视剧 香港明报指出 近期广东乌坎海门等地爆发维权示威 当局担心剧中有关官商勾结 示威讨薪等情节 会助长民众仇冠情绪 也是封杀原因之一 新唐人记者林秀怡 李元翰 李安安采访报道